电影《一代宗师》即将在台上映 引定梁朝伟和导演王家卫特别来台宣传 这部史诗功夫片筹拍时间将近十年 拍摄的时间也长达三年 让演员们吃尽了苦头 更让梁朝伟扬言要暂时吸引了 喂 男友大家好 很久没见 梁朝伟张震和导演王家卫短暂来台宣传史诗功夫片《一代宗师》 电影拍摄期长达三年 让饰演叶问的梁朝伟在香港首映时就忍不住掉下男儿泪 今天师傅帮我帮腰带 帮腰带好 开拳 又不好意思因为张震在我旁边 佳琳坐在我左边张震就有 我就偷偷地 功夫两个字 一簧一直 不只经典台词让影帝印象深刻 这三四年辛苦的习武之路也让张子怡和张震 表示未来都不会再接舞蹈片 其中梁朝伟更扬言短期内不会再拍电影 因为光是手就骨折了两次 我第一次端的时候叫法师骨骨折 就是好像一条法式一样的 配来一半球 第二次是这样的 那叫新电图骨折 对 像鲨鱼牙齿那个老话 然后我心就一成 那天是第一天开工吗 做了三十年的面子 我是老了 剧中包含张子怡张震和梁朝伟为了这部电影 都下功夫苦练拳法 力求呈现武打片的传统精神 但原本长达四小时的电影 最后却被王家卫导演山道只剩120分钟 让张震戏份剩三成 梁朝伟的戏份也被山道比张子怡还要少 其中饰演叶问妻子的韩星宋慧桥最夸张 在整部戏剩三句台词 只有一句对白有露脸 当然这个电影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讲法 但是我认为现在这个版本 两个小时十分钟的是一个非常的合理的剧 大导演王家卫对电影铺牌自有看法 但外传宋慧桥为此不愿出席电影宣传 电影公司则解释是宋慧桥档期无法配合 这部筹备近十年 拍了三年的功夫大片即将在台上映 能不能掀起另一股旋风也等待市场考验 Udentv 陈庭云 陈静怡 台北报道